那另外還有一個最新消息 說王力宏回來了 你知道 剛剛我們的網友說 今天最大的戰犯就是王力宏 很多人在講 導播畫面準備好沒有 我想她太太不是故意的 我們待會兒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再講一遍 我沒有聽到 是 沒有錯 就是要那段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她從這個大陸 大陸飛回來 是 來 我們給大家先看一下好不好 她從大陸飛回來 在大陸的時候 她穿著一個羽絨衣 那雖然戴口罩 但是有民眾講說她還笑 說你怎麼還笑得出來 你知道她現在就是 全部都在罵她 那這個回到台灣落地 我們看到她也是把帽子戴起來 帽顏壓得滴滴的 戴著一個白色的口罩 穿著一個羽絨衣 不過因為這個身材關係 所以在人群中 還是非常的顯眼 而且記者得到消息 就側拍 當然她從另外一個通道出來 那麼有消息說在過程中 她好像有拿這個手機 反拍記者 這一幕讓很多人覺得不高興 好像就是說你做錯了 你還這麼囂張的感覺 來 韓濱要不要評論一下 今天我們公投的最大核彈 你知道嗎 但是我確實 就是說大家的討論度 馬上就轉移 是沒有錯啦 就是她的網路聲樣 當然馬上碾壓公投 人都喜歡八卦 這是難免的事情 但你說她真的影響到公投結果 我是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也反應太過度了 因為現在我們只看到一方的說法 其實就是她太太的說法 那她到底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當然因為網路上也找了一些 相對很多不利王立宏的證據 所以現在據說 連環球時報都已經發言 在罵她 但韓濱我倒是覺得 她一分類的代言已經馬上掉 對 損失產生 我倒覺得這個王立宏事件 跟這次工作有一點點像 就是人設的毀滅 人物設定 以前王立宏設定就是優質偶像 對不對 那蔡英文她就是一個文青 你覺得這個蔡英文說實話 過去大家覺得她沒有那麼極端 她在民進黨裡面 其實不算是一個極端的路線 那她唸到博士 當然博士也許真的也許假的 但她過去看起來比較溫和一點 但這次我就覺得 她的人設也是整個幻滅 有沒有 她就是公然散佈這個假新聞等等 完全是那種浮誇式的一個宣傳 我覺得跟她過去是不太一樣 這也是一個人設上的毀滅 我覺得過去蔡英文是有一點點 我刻意把自己包裝成一個 我是教授 我的學士豐富 然後我做什麼東西都很優雅 甚至在民進黨基層 他們的一些基層黨功 或是一些民意代表 在幹一些髒活的時候 比如說造謠 抹黑 發黑函 故意扭曲資訊 蔡英文通常是不會做這個事 其實她也沒有必要做 可是這次公投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真的急了 她的臉書上就直接造謠 過去你看之前講美豬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還只是民進黨的這些其他黨員在講 結果這一次是蔡英文自己帶頭講 那我就要問你為什麼 照理說這些骯髒事 下面人做就好 她以元首的尊貴 她為什麼要自己來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她發覺 真的情況不對 其實事實上 這樣看起來是沒錯的 因為民進黨顯然是在動員的過程中 遭遇到很大的問題 她發覺動員不出來 所以動員不出來的時候 只好下狠糟 即使她明知道很髒 其實民進黨這是一個很爛的招數 是一個不入流的招數 她也用了 所以她告訴民進黨 我都可以這樣了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她自己跳下來 幹這個髒活 然後再告訴你說我都幹了 你們這些人 KPI總要給我出來吧 所以就直接跳下來 所以跟她過去所刻意營造的 形象完全不一樣 同樣的王力宏過去 我們大家都認為她偶像歌手 然後家事也不錯 這反差太大了 結果沒想到 現在被她太太抱出來說 原來她的私生活 跟表面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 因為我自己跑社會新聞跑很多年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 很多偶像藝人 都是刻意包裝出來 他私底下生活 跟你想像中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政治人物呢 政治人物更離譜 我跟你講 非常的離譜 很多政治人物 我就不要講 以前跟我一起上過酒店的 或是怎樣 一大堆 好想聽 一大堆 但是她平常看起來 就是一副溫文優雅 什麼什麼那些東西 那是她刻意營造給你的形象 不是她真正的人生 請大家記得這一點 在現在這個社會 我想如果你還相信這些人的人生 就跟她平常海報上宣傳的一樣 那我覺得 是你自己有問題 不是她的問題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所以徐老師 你覺得這一次公投來講 民進黨誰的人設 毀滅得最嚴重 你先講 今天我們不能講小英太多 講多了因為詆毀元首 不過她基本上 因為她基本上不是綠穎傳統的 大家熟悉的人 所以大家就覺得她很Nice 然後客客氣氣的 會撒嬌小鳥伊人 你看總統這樣小鳥伊人 誰受得了 而且更有權力的以後 其實她基本上 我剛剛說就是收買 每個人都有價碼 然後你可以綁 你只要來願意跟我談的時候 找到仲介者是誰的時候都可以 但是其實大家猛然回想的時候 那個落差其實是還滿大的 所以我會覺得 什麼時候是一個 她已經鐘擺會到極點 就是說對她的那個 整個幻滅這個部分 我還是在講說 那些中間選民跟白色力量這些 還在檢討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也不錯 既然我剛才提到說 真的這次核四其實我也覺得 大家有在反省 沒有那麼快而已 讓大家開始思考 腦袋開始動起來了 其實剛剛好一半一半 我也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知道說 大家還記得嗎 那一次賴省的時候 所有的民調是遙遙領先 怎麼會反敗為勝呢 你看這次也是一樣 OK 好 這個我們的網友 真的很有幽默感 前面在講什麼朱立倫下台 現在開始講王立宏下台 全部在刷王立宏下台 還有人說王立宏 你婚外勤 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整個開始混在一起 永平怎麼看待 今天兩個這個 毀滅式的新聞 首先我必須講 我認為王立宏的事件 當然很震撼 尤其是我昨天看到他太太寫 那個長文 我覺得是很坦率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並不是組織的 很完整的一個那種 好像真的要讓他毀滅性 那種斧鑿痕跡並沒有很強 感覺上他就是真的 不吐不快那種感覺 我當時第一個看 就是因為最近包含高嘉瑜 林秉書的事情 我真的有好深的體會 我覺得真的怎麼搞的 我們這台灣社會 怎麼渣男和其多 就真的很害怕 因為這種效應 真的在周邊的朋友 特別是一些女性的朋友 不管什麼分到年齡層 只要一發生這事 大家就趕快分享 各種遭遇渣男經驗 然後講了個半天 就真的是讓你懷疑說 我們這個社會 兩性的教育真的那麼失敗嗎 男性女性的關係 相處真的那麼困難嗎 可是本來想 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畫面稍重急事 導播再揉一下 剛剛王力宏 從這個接駁車下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記者 對他的猛拍 他也立刻拿起這個手機 有沒有 待會大家看一下 他坐這個車子過來 這是經濟公司安排 有沒有 趕快拿起手機來這樣反拍 剛剛這個舉動也很特別 也很特別 包括他今天在大陸機場的時候 也是一樣 其實他還算是滿大方的 從這個態度來講 還有這個反拍記者 永平你覺得 意味著什麼 肢體語言 第一個我想 他畢竟覺得 他是一個Superstar 他也實際是 就是他是天王級的明星 他這樣子天王級的明星 他遇到這種事情 低著頭灰頭土臉 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現在這種做法 難免也很容易被人家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故意挑釁 但我覺得 對王力宏而言 我是比較誠懇的勸告 我覺得他現在要挽救他的 不管是演藝事業跟形象 唯一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 他要趕快快速的出來 面對媒體不要拖 第二個最好坦白從寬 因為我覺得人情社會 人情社會 你如果真的覺得說 事情是這樣 那你也願意面對 那個包含很多明星 那個大家知道那個 Tiger Woods 他其實有公開承認 他是性成癮患者等等 其實這個部分 對他們的事業 還是後來多少 的事業 你的細心 心 一定是 有mn 這樣 嘴